全都是请那个接生婆到家里来接生 那我们知道我爸爸是十足 这种重男轻女 所以呢 我是妈妈的第一胎 家族都期待 第一胎是男婴 但是很可悲的 接生婆一走出了房门 跟我父亲讲 不好意思 老婆到我 你母亲女母 我也不想为了 接生婆就很惭愧的 离开了陈家 陈家都听说呢 长媳妇呢 第一胎真的是女婴 大家都不看 我爸爸也不想看我 你知道吗 然后进了房间 就把我放在房间的一个角落 她的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女婴呢 要送给人家姚 我妈妈醒了过来 没有看到小孩 说我父亲 我父亲整对我妈妈 你怎么在这里不看 他会在那里想找我 我不要把人给他照顾好 我妈妈说 对不起了 老婆我再努力 然后的话呢 我爸爸就说 家里那么穷 女婴的话要送给人家 我妈妈说 如果你要送人家 我也是怀怀十月 你让我叛成小孩 我爸爸说要脱 要帮她去脱 我妈妈拖着站我的身体 到房间的角落 再把童年圈抱了起来 也许是母子年薪 妈妈比较细心 再把人的尿布打开一看 非常地惊喜 跟我爸爸讲说 父亲来看 我们在二十月儿十月儿十月儿 有啦 那水很娘啊 这个是我初心的这个意象 那为什么呢 今天生活会把我难以当语音呢 除了有比较少之外呢 它也就是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呢 那个哭声很像女娃在哭 所以我的声音一直都是大家讨论的焦点 想请问一下各位同学 多少人第一次听到同学老师的声音 请取个手好不好 别客气 第一次听到嘛 对不对 您好 第一次听到老师的声音 有那种恶心 头晕想出的感觉 有 非常好 谢谢您的诚实 也真的比你很正常哦 为什么 因为老师的声音 从我懂事之后 其实都是跟大家调侃的现象 我的声音是一直呢 很特别 其实呢 在演艺圈 唯一呢 羡慕我的声音只有我们金姐 丽金小姐 有一次啊 她也听过我说 诶 唐立倩 你的声音很好听哦 在哪边坐的 她也想要去坐 我跟金姐讲说 我在看人北投坐的 真的啊 在北投坐 找谁坐 我也要去坐 我说金姐 不过这一对医生哦 你已经听到了 可能不想坐了 有多大 啊 这对医生啊 男的七十多了 女的又七十了 家家才150岁了 可能没有再坐了 那你怎么说 没有东西 你告诉我 钱不是问题 请他帮我坐一下 我说没办法 这个男医生是我爸爸 女医生是我妈妈 他们不坐了 早就不坐了 那这代表什么呢 老师的声音是很自然的 非常的自然 所以的话呢 我的声音跟一般的男孩 就不一样 所以注定啊 我懂事的时候 我就说很多的不 其实的话 人生的旅程是这样子 你们好幸福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说你们幸福 你们生长在这个时代 有主任 有老师这么关心 能够请方圈老师 来到这边谈性别灵等教育 但是当老师呢 是你们这个时代的时候 我们完全没有这个观念 我们呢 这种温柔瓦月的男子 在校园里面 就是大家西校为什么 开玩笑 恶整 霸凌的对象 那你们知道 我们被霸凌 我们不敢说什么 有时候我们被欺负 我们也不懂被欺负了 还要跟你讲谢谢 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我都想什么时候